大量的水从路面穿出 整个路口积水成汪洋一片 这里是基隆市人武路与精一路口 12月17号晚上9点多 突然出现大量漏水情况 巡逻员警发现后 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浇管 避免意外发生 事发后包括当地文安里里长及冲安里里长 与市议员同志委周恩廷的人都到场关切 目前目测有两处自来水管爆裂 也造成我们道路的龙行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求自来水公司 期望连夜可以抢修完成 我们来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整个水一直冒出来 也都淹到汽油里面 它情况是还有一点为止 在水公司获报后 现场查看确认 是下方600厘米水管 因为长期重车碾压爆裂造成 立即进行紧急抢修 由于这一条是主要输水干管 预估影响仁爱信义 中正安乐中山五区大约4万户用水 可能是因为这个路口管线众多 车辆也缓满 重车碾压 导致我们在人五路这一条 这个方向的一条600公里 直径60公分的这一个水泥管 那有破了破水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式 就是把宁静的这个制水阀 都把它关闭 来缩小我们停水影响的范围 然后快速的让这个管中的水抽干 来进行抢修 那目前影响的范围 大概是我们中山 信义 还有仁爱 中正 还有安乐 这五个区 水公司也紧急派出水车到市区多处 提供民众取水应急 投资的很麻烦的吧 麻烦这个国富家的啊 你这临时的啦 那如果是说 要从图书先来跟他们说 你这临时的这就没法做 我们已经有 布置了四个临时供水站 分别在信义 仁爱 还有成功 还有庙口 四个市场 那也都有里长来做联系 那我们也有巡回去加水 那另外还有 目前有三部的水车 在水 抢修人员茂宇开挖 预估最快12月18号下午6点修复完成 水公司方面表示 这条干管已经被列为优先态换目标 将在与金融市政府方面协调后进行更新 避免破管漏水意外再次发生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请记者赞 训荣